大家好,我是Hidy,今天是一條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 因為最近很多人問我頭髮怎樣化,眼妝怎樣化 所以我就不如由頭到尾,由鬚硬到原妝呈現給大家看 對,我的鬚硬大家都知道會有點恐怖 所以大家有一點心理準備 如果你有興趣看我由依依怎樣變姐姐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記得按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還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有任何資訊都不會錯過 好,我們真的出鬚硬吧,小心點 每次我都很怕自己鬚硬會嚇壞大家 希望你們會習慣 我已經做完所有護理 因為今天的妝容,我想它持久一點 所以我就敷了一個面膜 就是這包秋葵面膜 一包有十塊,我覺得它不算是很保濕很滋潤 所以很適合妝前的時候用 然後大家都知道我嘴唇很暗沉 又多死皮又乾,然後很多唇紋 最近化妝前我都會用韓國的這款lip essence 其實現在嘴唇看起來很滋潤,而且很持久 我自己是在Gmarket買的,但在香港也不難找 我看到很多格仔店、水貨店都可以買的 二十多元不貴的 然後頭上這個夾就是因為我覺得自己的頭太扁 所以我就想試試這類型的產品 我又沒有瀏海不會用那些大卷卷 然後看到這個好像很有趣,那就試試看 接著就到礦的部分 我現在其實已經戴了一隻灰色的礦 我想遮著黑眼圈大家沒那麼難受 它是一款很自然的深灰色礦 雖然它叫維也納中 但我覺得它在外框有一點深啡,然後中間也是偏向灰色 暫時戴上去的感覺都很舒服,沒有銀眼 它的礦是比較挺身 因為我平時戴OLANCE是很遠來買的 所以以這個礦來講,它挺身是更加容易戴上眼 還有台灣礦是便宜很多 因為我平時在OLANCE買,就算買四送一 平均都要110元一盒 但這一盒是80元還是88元 所以如果一年你整天戴礦的話 如果台灣礦的弧度又適合 你的款式又喜歡的話,是真的省很多錢的 做完一大輪事前功夫,我們終於可以化妝了 第一步是先用遮瑕 因為經常用Touch太悶了 所以今天我就用Hourglass的遮瑕膏 我用的色號是Sienna 它的頭是有點毛毛刷頭,扁扁扁的 我一樣都是大範圍地點在眼底 然後就印開它 黑眼圈已經遮蓋了很多 之前我不是特別喜歡這個遮瑕膏 我覺得它很容易卡住死皮 但是我後來發現 只要你保濕打底做得好 其實它的效果是不錯的 它最好的地方就是不厚重 你看到我剛剛下了這麼多也好 它不會有很明顯的遮瑕膏存在感 也很薄透 粉底我也是用SUKU的Cream Foundation 因為越來越熱的關係 所以我快要再用幾次 不要浪費了它 在我非常努力之下 它已經用了超過一半 當然大家詳細可以看之前的實測片 但是今天大家看到我用美妝蛋這樣拍開 光澤感好像皮膚超級好的感覺 重點是放在鼻液上 因為要遮瑕膏 很容易會流鼻水打黑痴 鼻液位就很容易很容易紅 其實我這麼嚴重的黑眼圈現在還沒遮瑕 所以我要加一個MASK的Soft Matte Concealer 之後就可以再遮瑕得好一點了 你會看到其實它真的很薄很薄 不會很厚 但是黑眼圈淡了很多 我最近打算做眼袋槍的治療 看看有沒有幫助 因為如果我做的話 有效果應該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我就打算幫大家試一試 這一類型的治療 好嗎? 然後定妝就用Jeffree Star的碎粉 其實你問我買了這麼多款新的碎粉 我也是比較喜歡Hourglass的碎粉 所以如果我用這些碎粉用到七七八八 我一定買Hourglass的碎粉 那個感覺 妝的精緻度是最好的 但是Jeffree Star這碎粉 它化完妝是很有氣色 然後很有光澤的感覺 我也喜歡的 不過如果你說皮膚的細緻度 Hourglass的碎粉 是令到皮膚更加好的感覺 然後滑眉方面 最穩陣的都是用這一盒的眉粉 我想跟大家說最近修完眉 真的超乾淨 一條紮毛都沒有的時候 我很喜歡看著自己的眉毛 這麼整齊的感覺 不過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的頭髮是長了很多黑色 其實我染過頭是大約兩個月左右 都不知道有沒有呢 我已經長了很多頭髮 難道我又要再去染髮 你看 已經一大絕 我想有兩三cm 其實我本身已經有很多眉毛 但每次畫完眉後 我都覺得為什麼可以差這麼遠 然後就要用眉 gel 因為我的眉毛實在太多毛 太深色了 所以一定要用眉 gel 和頭髮的顏色調整一下 否則就會很奇怪 然後就到鼻影 收容方面 都一樣是暗默 暗默 沒有新的暗示 對 超簡單 這個完全不用用鏡 我都可以處理到 我這陣子都會修一修 這個位置 因為覺得鼻頭實在太大 好像比較窄的感覺 斯文一點 有氣質一點 然後就到收容了 我最近看到留言 有人說我臉很鬆弛 我都發現好像越來越拋 這樣 所以 我又在想 我不是應該做少少 埋線 那類 然後令到這裡 可以收緊一點 對 大家覺得我又沒有這個需要 因為今天會窄邊的關係 所以 額頭這個位置 我都會用多少少修容 令到臉上 小一點 再小一點 然後就發眼影 這陣子 只要我用colourpop 這盤 whatever 都很多人問 你是用哪一盤 很漂亮 有沒有拍過片 可不可以拍片分享 今天 雖然它不是新買的 而且以前我都記得 好像是拍過片 但我自己也找不回 所以今天我就用它去化妝 再拍一次給大家看 裡面一貫有12色 我覺得這個配搭 是不會退流行的 因為大滴色 紅色 橙色 基本上很多時候 都是用到 還有一些大熱的顏色 我自己習慣 就會用這個copycat 去做打底 這盤眼鏡粉質 我覺得都蠻好的 因為你看到它 是可以薄薄的一層 做打底色 不會積線 又不會一塊塊的 你會看到粉質 是很細緻很細緻 然後我要換個小一點的掃 拿這個pass it on的顏色 是一個 啡啡橙橙的顏色 我覺得它除了 顏色漂亮之外 是它不會跌粉 大家會看到我的眼底 那些粉依然是很乾淨 不會有些眼影粉 掉下去 而且 這色真的很漂亮 其實我化眼妝沒什麼技巧 我還是把它放在眼尾 沿著自己的 滑出一點 一會兒 你會預計自己滑眼線的範圍 然後滑出一點 還有在眼頭那裡滑一點 然後再用剩下的粉 下去眼尾 下面眼線的尾 黏上去 讓它不會有空位 就像一個三角形 然後我會用一個掃 把它放鬆 然後一貫做法 我也是先畫了眼線 我會盡量畫到很貼 然後雙眼皮 依然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有時候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你的眼睛這麼大 其實我應該也不算天生 很大隻眼 其實是我畫的眼線 是貼得很厲害 然後之後 令雙眼皮依然看到 眼影就會好像很圓很大 然後用一個扁掃 拿這個inboard的顏色 通常我會從尾開始blend 慢慢把眼影掃上眼前面 而且會越來越貼 前面就不會覺得很濃 再用一個圓圓的掃 拿這個ditching you的顏色 這個顏色又是極度滑 極度漂亮的 這些我就不會拿太多太多的粉 否則妝就會超級濃 就會在雙眼皮位來回 前前後後的掃 這樣就可以了 但一開始我會先放下 然後向前 因為後面已經有很多顏色 我就不喜歡 隨便搭 隨便搭 雖然我已經是 還有我會掃在下眼頭 去到中間的位置 我很喜歡化妝的時候 困住眼睛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到最後就是用手指 拿這個tardy的顏色 其實這個顏色是比較透亮的 你會看到沒有什麼存在感 但是那個水光感是很強烈 我就會點在眼中間 然後拿一隻乾淨一點的手指 向兩邊掃開它 然後再點一點在兩邊眼頭 然後就塗Mascara 上眼睫毛和下眼睫毛 我都會塗的 塗完Mascara之後 我的眼妝就完成了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想看的眼妝步 接下來的胭脂 我會繼續用Chateau Brie 因為今年我的目標 就是令到Hit Pan 其實它的顏色 真的很漂亮 很溫柔 我自己很喜歡它 不知為什麼用了很久 它還是無動於中 它好像很平 連少少粒的位置都沒有 但是我已經經常用到它 所以今年我應該是 每一天每一天 不停地用 要用到Hit Pan為止 輪到光影 我就會用 Too Face的鑽石 shearmount 我覺得它內真的超級漂亮 顏色是比較淡的 粉紅色的 不會浮誇 但是絕對有示 efek 現在它不預約出來 我是不會罷休的 唇膏我會用Mercy的BT4色 它的顏色是跟今天的眼妝很搭 都是那種啡啡橙橙的色調 其實也是不想用鏡子 我經常都很懶的 我就這樣塗在下面 這樣就會上去 然後用手指推一推 最多塗在唇峰的位置 妝化好了就到設定頭的部分 因為上次Instagram的照片 大家不斷問我的頭是怎樣窄 所以我今天就示範一下 其實我不是原創的 我現在就試一下脫掉這個髮夾 看看它會不會有弧度出現 又沒有 因為我稍後有一點音都會夾 那好像... 都好一點點 首先就是把頭分開一半 今天拍片就是用夾夾夾夾夾 平時就不會的 然後拿到這裡的頭髮 之後就疏疏順它 其實不疏順也可以 總之你拿到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反面教材 然後就在上面 拿一束出來 這個頭其實是用三分鐘就設定 就分開兩招 然後就這樣繳 一路每次 拿多一點頭髮在前面 然後繳進去 每次都拿些頭髮 每次一路拿 一路拿 一路拿 對啦 拿到最後就可以了 你看到我是一剪過 沒有剪到的 那這裡... 有沒有30秒? 一分鐘? 那 從來 你暗ink後就是沒有頭髮 那你就 refugees 挪啊 拳啊 到最後呢 就是拿一支護膚 它的 當你扎了呢 其實它就會 底它鬆充出來 然後你 你是最初心的 然後在頭頂內 先搟一搟 開頭髮 接著呢 找到這個位 因為如果 你們不能予味 它會慢慢 changes 但我們只會想電這些 所以要拿回剛才一些比較透明黑色的橡筋 我們就在這個位置紮實 讓它上面和下面都沒那麼容易散 其實這邊頭就設定好了 是不是很簡單 30秒就可以設定好 如果不跟大家說話 我真的可能20-30秒就紮好了 待會就在前面拿些碎碎出來 然後夾一夾回軟的位置 旁邊可能又拿了一點就可以了 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呢 我這邊再紮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我就快手一點了 給大家看一下它可以有多快手 我是不需要看著這塊鏡 我連螢幕都沒有看 是完全憑感覺就紮到這條邊了 是不是很簡單 因為我自己也很懶 我是不可以做到一些太過複雜的東西 我太手殘了 大家不要以為我平時好像很厲害 其實我跟大家一樣都是那些很手殘 不懂怎樣設定頭 所以我每次設定頭都是超級簡單 一樣都是綁底 用一條橡筋 其實你現在可以拔也行 或者你紮住了才拔也行 因為現在可能 可能我上面的頭髮太碎了 很鬆 我就會先紮到下面 好 我現在就去拔一拔兩邊的碎碎 然後夾一夾它 再回來和大家做個結尾 我回來了 剛才就是拔了頭髮鬆 回來夾它 然後帶了一雙藍色蒸石耳環 因為我覺得很搭今天這件衣服 然後就是一個雙層的鏡鏈和戒指 就完成了 我這個Get Ready With Me 是不是跟剛才素顏差超級遠呢 由一個衣衣變成一個姐姐的感覺 所以化妝真的很神奇 不要被素顏嚇襯 最重要是化完妝之後就好 我覺得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類型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推出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三天和星期日到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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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